早晨 王上今天有点不高兴 寡人还是为娇儿担心哪 听闻 李昊岚是宫中最善务之人 不如让他来为王上舞异曲 也让王上开心开心啊 让 让浩兰来献舞 怎么了 王上不舍得 怎么会 寡人最喜欢看李浩兰献舞 来啊 让李浩兰来献舞 诺 浩兰见过王上 见过少妃 浩兰 你的舞蹈优美绝妙 寡人妃 和少妃都十分地喜欢 而少妃从未得见 少 少 不 哎呀 你就为少妃舞一举 怎么了 浩兰姑娘不愿意 王上的命令 浩兰不敢不从 你这就很高 你就打算 这么跳啊 不知少妃还有什么要求 我从韩国来这里 路上遇到了一支 徐回表演的舞队 他们跳的舞十分热情奔放 我想再看一次 不知他们跳的是什么样的舞 舞蹈倒是没有什么新奇的 只是形势十分有趣 我还特意带回了一件舞衣 作为留念 今天正好送给你 绿珠 是 这件舞衣由数层青纱所制 颜色十分好看 每跳一小节 就要脱下一层纱 浩兰 请你穿上这件舞衣 好好地舞上一曲 王上 我向你保证 这场舞一定无比精彩 那浩兰你就少跳梁小杰 请王上恕罪 浩兰不会跳这样的舞 女乐畅幽 不过是取乐的用具 存在的唯一价值 就是为了讨王上开怀 怎么 只是换了一件舞衣 你就不会跳了 牧春时节 溪水之盼 少女们呼朋饮伴 唱歌跳舞 本是为了自愈 这是自然之舞 祭祀之上 舞女伴作天神 冲作神兽 翩翩起舞 是为了酬谢上天 庆祝丰收 这是天然之舞 浩兰惭愧 常常跳舞以愚人 但舞蹈本出自天然 绝非是为了魅惑而生 为娶乐而兴 李浩兰 要么 你现在赶紧穿上舞衣跳舞去 要么 你就接受惩罚 告诉我 你的选择是什么 穷华公主 若要浩兰 穿上这样的舞衣跳舞 不只是对我自己的侮辱 更是对王上的不敬 王上 你瞧瞧 浩兰 你当真觉得寡人不舍得罚你啊 无论王上如何惩罚 浩兰都不会跳这样的舞 王上 李浩兰如此桀骜不驯 不如 就把她交给我吧 真是 你 你 这样的结果都是你自己选择的 没事都出去吧 好 浩岚 真是风水轮流转了 好不容易把殷小春送出去了 现在你又进来了 浩岚到底哪里得罪了你 为何要如此一而再 再而三地逼迫 因为你我从一开始 就站在对立的两边 我从来没有想过与你为敌 可你是个赵国人 而且不太笨 我不明白 丑陋和愚笨 是上天的怜悯 那些丑人和蠢人 从不知道胜利为何物 却可以避免惨败的下场 荒谬 荒谬 若非我的脸还说得过去 怎会成为韩国的礼物 若非 你拥有过于敌锐的直觉 又怎会被我盯上 其实我们都错了 少妃 您才是韩国的细作 一个倾国倾城的细作 现在知道 也不晚啊 你已经利用我们成功达到了目的 还想要什么 我只想保护自己的国家 你不觉得用这样的方法 非常卑鄙吗 秦玉多上党 韩转而将上党献给赵 引发两国大战 若此时秦诏修兵 韩国危在旦夕 夜宴之舞 对于讲究体面的贵族女子来说 或许是无辱 可换作是我 必定一无反顾 选择跳舞 等于向你臣服 很抱歉 我绝不会对一个韩国细作 俯首贴二 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单靠体面的手段 打不了胜仗 一瞧 你这不就输了吗 如果你非要用这种方法定义输赢 我无话可说 好 来人 婢子在 好好招待 诺 去把所有的衣服都洗了 请不吝点赞 who 请不吝点赞 这次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